哇 那這個我想是又各說各話了 還牽扯到他個人的政黨信仰等等的 主委你哪一黨的 我現在無黨無派 你之前有沒有 有沒有 我之前我在民國58年的時候我進入國民黨 到哪一年 到民國105年 到105年 是 所以你為了進民主黨當官 你放棄掉國民黨對不對 是 所以你可以有政黨信仰 別人不能有政黨信仰 我們今天在這邊就事論事 一個財團法人的董事會怎麼運作 就這樣而已 不要牽扯太多的其他事情 你如果要的話 把整個榮民榮稅基金會收歸國有 不要弄基金會 那你就全部用公共預算來處理就好了 也不要選什麼董事長跟董事的啦 好 免得有人一天在那邊笑聲 想要運作這個金會幹嘛的 疑神疑鬼的 可不可以 收回去啊 民進黨政府連現在水利會都想收回去了嘛 這個為什麼不收回去 水利會也可以收回去啊 那這個也收回去啊 我很簡短的用兩分鐘跟你做一個很簡單的報告 我們從來沒有否定陳鈞生先生當選基金會的董事長 7月25號選舉完畢以後 7月31號我從國外回來 我就直接去拜訪了他 我今天他第一句話說恭喜你陳董事長 我沒有否定他 那我是告訴他 榮民榮稅基金會的組織 你沒有否定啊 你們當中的副主委非常的否定啊 我們所有的在這個過程之中 不管外面是什麼報導 但是呢我們從頭到尾 我有一個中心目標 我們希望把榮民榮稅基金會 能夠依法行政的 把所有的事物能夠去完整的照顧 榮民